作者 小程 图片来自网络 一旦有小国不听话 美国就会打着反恐的名义介入 为此 中东的多个国家已经与其结下了很深的梁子 例如叙利亚内战伊朗和协议等等 而且 由于国家利益在作祟 很多曾经的铁杆盟友 例如英国法国也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 更为尴尬的是 最近美国的后院还频频起火 8月13日参考消息 网员以美国华盛哥邮报的最新消息称 因存在边境领土争议 被邻居加拿大与美国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两国交界附近有一个约20英亩大的小岛 名叫马柴厄斯海报岛 该岛面积不大但拥有很多种珍贵鸟类 附近海域更是有丰富的龙虾资源 每家两国都趁对此地拥有主权 美国颠防队曾在今年6月和7月两次拦截 质问加拿大渔船有无毒品偷渡非法移民等 每家两国是普通的一对邻国 但又是极其不普通的 加拿大虽然地域面积全球第二 但绝大部分国土都不是以生存和耕种 全国95%以上的人生活在距美国不足100公里的圈子内 加拿大的最友好的朋友和最具威胁的敌人都是美国 所以地缘政治的特殊性决定了两国捆绑式的关系 事实上加拿大的国防军备不值一提 因为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 加拿大是北约成员国 包括反导系统防务系统通通跟随美国 美国也把其看作自己的后院 早在二战期间就对其实施军事保护 毕竟加拿大安全自己的北大门才无忧 但等次的是加拿大早受的别国入侵 差不多都是美国人干的 最近几十年两国关系一直不错 最近几年特朗普上台后 美加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其实这两次的边境冲突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事情 两国更为激烈对抗不在少数 2016年加拿大计划 从美国引进60架F-35战机 用来更新升级空军 但随后F-35曝出多起故障问题 2017年9月加拿大临时改变主意 放弃F-35改为F-18 数量也降为18架 但当年12月加拿大又变卦了 宣布放弃美国的订单 改为向澳大利亚购买18架 二手F-18 原因是美国商务部开启了对加拿大航空航天 业的关税壁垒调查 升起的加拿大人故意报复波音公司 美国地处北美洲中部 南临拉丁美洲北临加拿大 多年来美国一直将这两大区域 看作自己的后院 此次与加拿大产生领土纷争造成后院起火 其实与拉丁美洲的早就产生过激烈的矛盾 8月4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阅兵演讲时 被两架满载炸药的无人机攻击 险些丧命 而事后据委内瑞拉的调查分析 美国在背后起 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 幕后真凶就藏在美国 其实近些年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一直不好 最近还曝出特朗普的一个惊天语录 在2017年特朗普与其高级幕僚讨论委内瑞拉局势的会议上 听了幕僚对美美矛盾的分析后 美国总统竟然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呢 推翻马杜罗的统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争议 另据知情人透露 在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与哥伦比亚总统举行密探 上一次杀马杜罗 而马杜罗在被刺杀未遂后 也第一时间怀疑到了美国 可见两国关系有多恶劣 除为内瑞拉外 紧爱美国的墨西哥在特朗普上台后同样迅速交捂 尤其是围绕边境墙问题 特朗普为防止移民 而在美墨边境修建高墙 竟然要墨西哥出钱 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全世界横行霸道 威慑别国 最终连自己的盟友后院 都纷纷站起来反对美国 特朗普终于尝到了在裸奔的自卫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